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5月3日礼拜一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美国一个非政府组织叫做中国劳工观察 前两天就发表了一份报告 揭发有不少的大陆工人 被骗到一带一劳的国家进行强迫劳动 这班人不但多数被没收了护照 而且还要进行没有休息的工作 生活相当艰困 第二宗消息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 2020年农民工监测报告 报告当中说 在去年全国农民工的每月平均收入 就是4072元人民币 不少的网民看到这个数字以后 纷纷都表达了质疑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中国劳工观察那份报告 如何形容现代版的卖猪子情况 原来他们从去年7月开始 就联络上了近100人了解情况 这100人分布在亚洲 限制行动自由 需要超时工作 无价其放 拖欠工资 欺骗性招募 虚假承诺 恐吓 威胁 欠缺医疗福利 以及带头抗议的工人 遭到严刑等等 有受访工人就说 他们最初为什么会落财呢 就是以为 去到外国打工 照计在待遇上 就会比起留在国内较好 但是他们没多久 就非常后悔了 因为 他们每日工作 是需要超过12个小时 全年又要做足 365天 有些工友 因为工商未获治疗 就变成了永久残疾 但是又没有获得任何赔偿 而且很多工人 在工地和宿舍 爆发肺炎的时候 都受到了感染 而有超过九成半的工人 护照遭到扣押 当他们要求提早离开的时候 雇主又要求他们支付相等于几个月的工赔 的赔偿 这班工人曾经试过找中国大使馆去求助 但是未能够获得协助 而这班工人在当地又不能自由地更换雇主 没有权利去组织工会或罢工 带头搞事的工人 这班工人也遭到了严重的 一听见这种情况 简直就好像说 两世纪以前的卖猪的情况都差不多 只不过这班人仍然还有一定的通讯自由 如果不是 他们就不会被非政府组织联络上了 但是听他们所描述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 就影响恶劣了 希望这班工人就尽快脱离苦海 实际上来说 大家移民的时候也必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因为有部分华人有一个漏杂的 就是什么呢? 黄毗、树、撩哥 就不熟不熟 这班中国工人 正正都是被中国企业的雇主来欺骗 然后才有使用他们去到外国打工 他们还以为待遇比留在国内更好 这些就是不熟不熟 实际上 现在很多人移民到英国 拿着BNO护照 这班人也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千万不要去到当地 听到有些华人或是说粤语的 就说分外亲切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呢? 大家看看YouTube就知道你已经 哇 真是像博叔所说 现在拿着一块钱卖了房子 走到英国移民那班中产 那个情景就像西藏天藏那些尸体一样 那些秃鹰在天空上盘船 在天空上准备下来 在那里咬 为什么呢? 你看到的 九十几个人在拍片 在那里卖楼盘 很多楼盘根本上 不是滞销就是卖不出的 或者是地点差得不得了 可能城市发展又不是那么好 就业机会不是那么多 或者罪案率偏高 他都照卖可也 为什么呢? 那些人就是收了佣金 收了广告费去拍片 实际上大家虽然说人生路不索 去到一个异国 开始就当然会盲摸摸 但是千万不要听到有广东话 或者看到对方是华人 就分外亲切 因为那些人有口说帮你 实际上很多都是劏你的 你要记住这一点才好 防人之心不可无 真的这件事 大家有眼见 太多人就是落答出了事 好买不买就买那些楼盘 买了之后很难脱手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容易 所以千万要三思而后行 不要听到那些YouTuber 在这里卖什么卖什么就马上去买 这个是非常不理智的 不信的话 大家可以听听 另一个YouTuber 他叫做主家男人 煮饭的主 或者叫做Bob叔 B.O.B 他会告诉你 哪些是陷阱 千万不要踩下去 这很重要 不要说看到他是华人 就说他帮你了 帮你的命 哪有那么多好心 大家不信 问问老华侨 住了很久的那些 一帮人无厘头走过来 说很热心要帮你的 你也要提高警觉性 不要让他困到 尤其是现在香港很多的展销会 不是买香港楼盘的 而是买英国楼盘的 很多人就叫做隔山买牛 香港就叫做人傻钱多 那些人喜欢隔山买牛 都没办法了 这件事其实不少有良知的人 都勸过很多次 说千万不要这样做 你没有去过当地视察过的环境 就不要贸贸然落搭 但是没人相信 那些人怕着 执书行头惨过敗家 其实香港炒楼的一套 你搬去英国是完全是玩不成的 不过 怎样勸都没用 总是有些人不听 你就等他撞板 他就知道 明明有很多前人 总结了经验 告诉他 他也不相信 他相信自己 那没所谓 可能他对也不奇怪 可能他拼中了 他买那层楼会升值 而且放得很快 这个世界又没有必然 至于这群被卖小猪的中国工人 他当初也是一个贪子 就是以为去到外国的待遇 比起留在国内比较好 首先这群人没有自知之明 被卖小猪的 通常文化水平都不高得去哪 他们凭什么相信自己去到外国 能够找到一份工资 比起国内更高的呢 这是不合理的 他们去的那些国家 全部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为什么中国企业仍然要聘请他们呢? 我相信一来就是 语言上哪些沟通得来 二来就是 贪他们恶不得什么出样 护照又没收了你的 人在异乡 你能够是怎样呢? 欲除针板上 比起请当地的人 你叫压榨他们12个小时做事 做足一年365天 那些人不反你 是假的 这些人就没有了 第二就是他们没有读到历史 卖小猪已经是一个很长久的历史了 以往就是卖那些沿海没工作的农民 就跑去南洋 以前很多客家人都被人卖小猪 卖去南洋 后来也会卖去旧金山 做矿工、做铁路工 很多 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只不过他们就是贪恋 所以就被人困了 接着我们看看第二单的消息 就是关于中国国家统计局 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原来在去年根据官方所说 农民工的每月平均收入是4072元人民币 比起2019年增加了110元 增幅是2.8% 这份报告当然惹来了大陆很多网民的质疑 听听那些网民怎样说 有些人就说 哎呀真是抱歉了 又拉低了一个平均值 就是说他自己是拿不到4000元一个月 有人就说 抱歉吸农民工拖后腿 还有人就说 哎呀据我所知 连大学的老师很多都达不到这个工资水平 接着我就专程又去找不同的微博 发现有些人就说 拿到这个工资的 不少人都说拿到 但是是怎样拿到呢 他就说每天要干12个小时或以上 每个月就干30天 他说拿这5000块钱就不多的 他说没有在工厂车间里面 上过12个小时的人 根本就无法体会那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疲累 这些全部都是血汗钱来的 我相信 拿到这个4072元人工的人 都真的不少 应该是会有 但是平均是否拉回这个数据呢 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这个统戒是怎样做出来的 但是我相信真的有些人是拿到的 四五千块钱的农民工 但是就做得很辛苦的那种 所以就等同于那些 被人卖猪仔出去的那些差不多而已 就是没得休息的 他一整年的生活 就是放在这份工作上的了 除了过春节那几天可以回乡以外 我相信真的有这些人存在的 不奇怪的 很多故事都是这样说的 问题就是这个数字就和 在去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的一千块钱 又差很远 对不对 哈哈哈 李克强总理就说 有六亿人口 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一千块钱 那这个是四千零七十二块钱 那就是差四倍 那当然那是六亿人口 那这个农民工是多少人口呢 就是两亿八千六百万人口 那就是说这两亿人就是拿四千块钱 但是如果拉回来 六亿人就是一千块钱 那那些就是很厉害的 那些就是很厉害的了 因为你拿四千块钱 那些人平均都是一千块钱的时候 那些人可能只有几个钱一个月而已 可能有人是这样的 如果不然你怎么拉回来 就是只有一千块钱 那当然那些人少也很浇灌 那这个农民工也是出现了高龄化的趋势 平均年龄就是41.4岁 比起19年的时候 又提高了0.6岁 这个就是和人口老化有关 其实是很大问题的 因为一般 那些人口老化国家 都是经济发展得不错的地方 但是大陆就出现了一种所谓未富先老的情况 都未曾是小康富裕起来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人口老化的这个情况 那当然就是和一鞋政策很有关系 另外再看一件事就是 他们就说在2020年的时候 有51.5%的农民工 就在做第三产业 其中这个 做交通运输仓储油政业 就占了6.9% 那这班人就特别标青的 工资是 平均每个月就可以上到4814元 其他那些批发零售就只有3500 住宿餐饮更坏 330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又是3300 也就是有一班人就特别标青 交通运输仓储油政 可能就是做快递有关的行业 走去做仓 或者走去做快递员 又或者美团送餐 可能真的赚得多些钱也不奇怪 但是有没有平均4800 他说出来大家看看吧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